7月20日根据央视报道 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州介绍 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天文1号将与地球失联一个月左右时间 看到这一句话大家可能都想问 是遇到大问题了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大问题 也可以说是小问题 众所周知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一年 而火星绕太阳一圈大约为两年 因此地球和火星大约每两年 就会分处于太阳的两端 在这种情况下地球看不到火星 从火星上也看不到地球 因为中间隔着一个大太阳 今年9月份刚好是地球和火星 隔着太阳相望的日子 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已经看不见火星的存在了 但是要想把无线电信号传输到火星上 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样做风险非常巨大 这是因为无线电必须要经过太阳 而太阳上的磁场 高能带电粒子会严重干扰信号 让信号中所包含的信息发生缺失 如果缺失信息的信号被朱镕号火星车所接收了 那么情况是相当危险的 比如我们发送的信号当中包含了一个避开账物物的左转信息 然后再进行执行 但是这个信号在经过太阳附近时 遭到了太阳的破坏 火星车收到的信号缺少了左转避障信息 于是它执行爬上了一座小土堆 最后摔了下来 翻了个四脚朝天 于是这个价值上亿的火星车就这么废了 所以在这期间 不发信号对火星车进行控制是最好的选择 这时候就是考验火星车自主性最重要的时候 朱镕号火星车上有许多传感器 利用这些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 以及自身携带的导航数据 它能够在火星表面自主行走 并躲避障碍 有没有一种不会因为日灵中断的通信方式 就像现在的无线电通信技术而言 它有很多缺点 比如火星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从最近的5000万千米左右到4亿千米不等 因此无线电跨越这个距离 大约需要2.7分钟到22.2分钟不等 来回的话需要5分多钟到40多分钟 所以未来火星殖民很难想象 两边的通话需要5分钟到半个多小时才能有回应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就现在而言 没有什么通讯方式能超越无线电 当然光速也已经是极限 30万千米每秒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快的速度 小尺度上能产生一些绕射 但大尺度就是按直线传播处理 中间的超大太阳这个无线电超级干扰源 还会引起全频段阻塞干扰 所以通信中断就成了必然 有人称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从理论上来看量子纠缠通信能解决 但事实上量子纠缠无法用来通信 暂时而言只能加密 或者说是密钥 数据通信走的依然是传统的无线电信道 或者激光通信 假如在未来能在火星和地球之间 建立起强大的激光通信基站 这种方式视角极窄 发散率比较小 但要想在4亿千米内做到不受太阳干扰 仍然会很困难 但它要比无线电通信抗干扰能力强得多 只是在如此大范围内能实现不 毕竟横跨4亿千米的通信 这个难度不知道有多大了 你可能会想 我们为什么不发射终极卫星到其他星球上去呢 想法是好的 但发射到哪里呢 目前被人类探测器光顾过的太阳系天体曲折可数 考虑到目前人类的太阳系行星探测能力和发射成本 这一个月的失联期看起来也没那么长了 另外 如果我们向其他星球发射卫星 还不如直接对这颗星球进行探测 何必只为了对天文一号这一个月的控制呢 而且这段时间并不是彻彻底底的对时间的浪费 天文一号还会发挥自主性 这也是对我国航天探测能力的一次检验 不过话说回来 根据最初的设计 祝融号火星车的设计寿命大约是90个火星日 算下来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到8月中旬就已经达到目标了 目前看来 祝融号一切良好 但是很有希望延长寿命的 即便是在9月份暂停 其工作量也已经超出最初的预期了 更何况在日龄干扰结束后 我们还能够继续通过祝融号进行火星探测 失联的一个月内 祝融号火星车打算干嘛 祝融号火星车具有比较强的自主性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提醒的是 在祝融号火星探测车的任务中 人工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它可以自主行动 也可以自主研究 但一旦遭遇问题 就可能需要人在回路中控制 因此对于这失联的一个月 为保险起见 它最好躺平 也就是啥都不干 NASA的火星探测车 是怎么度过的呢 2019年9月份 火星合日期间 尽管好奇号火星探测车 具有很强的自主任务能力 但仍然暂停行驶 摄像机也暂停拍摄画面 洞察号的机械臂也暂时不移动 但探测器的科学研究工作 仍将继续 而在此次失联中 NASA的火星探测器 也未能幸免 所有载轨和在火星表面的探测器 都将纷纷失联 不过没关系 半个多月后就会重新恢复联系 我们可以了解的是 要动的工作都暂停 而不动即可完成的任务 仍然可以继续 另外 它和载轨的探测器之间的 无线电通信也不会停止 两者之间还是会有交互通信 毕竟 这和火星和日 没啥关系 只会影响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通信 除了日灵干扰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可能影响天文一号的任务呢 有 那就是火星表面的沙尘暴 火星的沙尘暴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 美国的海盗号着陆器 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到了20世纪末 更多的探测数据告诉我们 这种沙尘暴在火星上 并非偶然现象 而是经常发生 在一个火星年中 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肆虐 而且远比地球上的同类 要更加恐怖 在肆虐的时候 其速度可以达到 每秒180多米 要知道 地球上风速 只要达到每秒56.1米 就是最强的17级风了 关于火星沙尘暴的起因 科学家们认为 与太阳的照射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般来说 这种沙尘暴 起始于火星近日点附近 这个时候 火星的南半球 恰好处于夏季 这个时候的升温效果 尤其明显 二氧化碳和水气的升华 和凝结 在两极灌间迁移 驱动大气 形成环流 在这个过程中 沙尘被卷到空中 就开始肆虐了 火星的沙尘暴 不仅剧烈 而且持续时间长 覆盖范围广 确实是非常恐怖 比如著名的火星 全球性大尘暴 一旦上演 甚至可以持续 整整半年的时间 席卷整个火星 火星车在火星 沙尘暴中 受到的摧毁的案例 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 2018年 在火星上工作了超过14年的 机遇好火星车 最终与地球 永久失去了联系 不得不退役 导致它失联的重要原因 就是火星 全球性大尘暴 在太空中望去 火星呈现出橙红色 这是因为 其表面覆盖了 大量的氧化铁 当恐怖的沙尘暴 开始肆虐时 整个星球 几乎都笼罩在 遮天蔽日的 红色尘沙之中 看着就让人感到恐惧 从2014年 它的自拍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太阳能电池板上 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火星沙尘 这就是沙尘暴 带来的后果 虽然没有直接在 沙尘暴中被摧毁 但这些沙尘落在 太阳能电池板上 严重影响了其发电效率 最终导致其退役 在这方面 我国的祝荣号火星车 可以说是吸取了经验 在太阳能电池板的 设计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据介绍 祝荣号的太阳翼上 图有一个超书级不沾涂层 即使真的有沙尘来袭 落在了太阳翼上 只要将太阳翼立起来 或者抖动一下 就可以轻松地将沙尘甩掉 截至7月23日 祝荣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工作68个火星日 累计行驶585米 环绕器载轨运行一周年 距离地球约3.78亿千米 单向通信时延约21分钟 两气状态良好 各系统工况正常 希望祝荣号一切顺利 度过第一次和日难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